放开来 我怕 我的法 我的法 老子你死了宝门 我死你死了 我死你死了 婆婆儿媳大打出手 双方都受了伤 甚至婆婆牙都掉了 儿子为护妻子赶走母亲 这样的家庭应该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吧 这位婆婆名叫姚尚秀 今年已经60多了 可今天她却被自己亲儿子赶出了家 她坐在路边上开始大哭起来 并向围观的人讲述自己的经历 这位老太太现在脸上还有被打过的痕迹 她告诉大家 自己在家里经常受到儿子儿媳的欺负 曾经还被殴打成了重伤住进了医院 这一家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几年之前儿子结了婚 她娶了一位二婚媳妇 这位媳妇名叫邓春燕 从儿子结婚时起婆婆就非常不满 她觉得二婚的女子配不上自己的儿子 经常有事没事就会跟儿媳吵一架 儿子儿媳每天都非常忙 去公司上班的他们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便拜托婆婆和公共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 为了让公婆更尽心尽力地照顾孩子 儿媳答应他们每个月给他们1000块钱辛苦费 可是几个月后 婆婆并没有收到儿媳允诺的辛苦费 她觉得自己是个冤大头 明明每天照顾两个孩子 还给儿子和儿媳做饭 所有的钱都是自己出的 自己老了挣不了多少钱 这样下去自己的钱会不会都花光了 婆婆便直接去法院告了儿子和儿媳 儿子儿媳便当场做出承诺以后 肯定会给婆婆钱的 每月一定会按时提供600元钱 虽然表面上一家人的关系很好 但是婆婆和儿媳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消失过 婆婆每天都在暗中和儿媳斗智斗勇 甚至还会直接争吵起来 完横婆婆将儿媳打得鲜血淋漓 宠妻儿子发火下了狠手 矛盾到了一定程度后 两人便开始动手打了起来 儿媳虽然年轻 但是打架斗殴的经验并不多 所以根本打不过婆婆 儿媳胳膊便受伤出了血 儿媳邓春艳直接将婆婆的行为告诉了丈夫 丈夫非常宠爱自己的妻子 听说妻子被母亲打了后 便决定替妻子出气 然后就找到了母亲 希望母亲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保证以后不再欺负自己的妻子 可是姚尚秀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做错 她每天为家里人做饭洗衣 干不完的家务活全部由自己承担了 自己的付出实在是太多了 儿子不仅不会体谅自己 反而还跟着儿媳一块指责自己 整个家庭的矛盾也越来越大 儿媳再受不了这样的婆婆 便威胁丈夫 如果以后家里还是鸡飞狗跳的 那么就离婚吧 儿子根本不想离婚 为了让母亲不再欺负自己的妻子 便打了自己的母亲 希望母亲能够长点教训 以后不要轻易为难妻子了 儿子的这种行为 不仅没有缓解一家人的矛盾 反而还加剧了家人的矛盾 婆婆被打得遍体鳞伤 光是商验报告都整整无本 婆婆和儿媳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 他们不再包容彼此 只要有一点不愉快 就会立刻争吵并出手 儿子告诉父母让他们回老家 不要继续在这里待着了 姚尚秀听到儿子的话后 当场就开始大哭大闹 当初请自己来的也是儿子 现在赶自己走的也是儿子 老家所有的东西都被卖掉了 现在回去根本没有地方住 因为这件事 父母和儿子儿媳再一次大打出手 母亲受了重伤 王横婆婆将儿媳打得鲜血淋漓 宠妻儿子发火下了狠手 门牙也在殴打过程中掉了两颗 邻居们开始嚼舌根 他们开始把这家人身上发生的事 当做谈资 儿子儿媳觉得自己很丢人 便决定一定要把父母从家里赶出去 儿子每天和母亲斗智斗勇 想尽一切办法赶走母亲 甚至还有一次直接将母亲 从楼梯上推了下去 这个时候是把你从四楼推到了三楼 从楼上摔下来摔到头了 这一推就是住院两个月 父亲觉得这样一家人长期相处下去 一定会发生大事的 便开始劝姚尚秀回到老家生活 但是他却觉得不能白白便宜了儿子和儿媳 毕竟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年 到头来却一无所作 2014年7月老两口从外面回到家里后 发现家门已经进不去了 自己的行李全部被儿子儿媳扔了出来 校门后儿子也不给自己开门了 看来儿子是铁了心要赶自己走 他们便在外面待了一整天 邻居们看他们可怜还给送了饭 老两口觉得自己就像外面的乞丐 没有人心疼 姚尚秀便开始直接坐在大路上哭起来 并向围观的群众诉说自己的冤屈 希望他们能够带自己声讨 记者也闻声赶来决定帮助这一家人解决矛盾 可是当记者联系到儿子儿媳时 他们已经离了婚 以后再也不会接受采访 经过了这件事情后 儿子不知所踪 他和妻子离了婚后就到了一个父母找不到他的地方 姚尚秀和老伴只能回老家生活 他们每天都在劳作 虽然挣不了多少钱 但至少可以吃饱 当记者在问起老两口儿子的事情时 他们表示以后儿子做什么事和他们没有关系了 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还有这样的儿子